Hi Babe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到了我做年终护肤总结的时候 你们知道我这一年一来每个月都要试大量的护肤品 然后我自己最最喜欢的才能进入淬美店 所以我年终的时候 这些产品可能跟淬美店会有一些重叠 但也不是反正是吧 有一些东西也是淬美全球好物 没有卖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总结吧 OK 我们先从爽肤水开始好了 今年我用到我自己最喜欢的 来自朱莉扣的Activating Water Essence 这款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补水当中最给力的 而且一点都不油 它是那种用完的时候 让你脸觉得硬硬的时候突然间的变软 有点同我的水光针的感觉 这里面有个成分 英文叫Marshmallow Root 这个是有植物玻尿酸著称的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补水 我自己用了以后非常喜欢 但是现在这个品牌不做分销 所以淬美店是没有卖的 这也不是广告 但是我跟他们确实合作过一次推广 但是我自己真的是喜欢 它才会进入年度 后来我买了几瓶之后 分别送给团队的几个小朋友 他们都也非常喜欢 所以特别敏感 特别爱干 但是又不想用太油的精华的那些保护 可以试一下 今年我试到了很多很多款截面 有几款截面 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但是在年中的时候 我找到了一款实在是太可爱的 就是这个驴奶的 Annes & Sons 我一直不太会念这个法语的这个牌子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也告诉我一下 会讲白的小朋友 我实在太喜欢那款驴奶皂 因为它这个形象简直超级可爱 然后它上这个起泡网以后 泡沫相当的丰富 最重要的是在我画不是巨浓妆的时候 其实我不用其他它都可以卸得很干净 它一点都不干 非常的滋润 因为它这块香皂里面 有30%大概都是驴奶的成分 驴奶是一个护肤圣品 还有非常丰富的乳清蛋白 还有各种氨基酸 还有个人素E等等 我觉得如果你用这个小孩子 洗手的话 他一定会爱上洗手 这个块香皂可以用来洗脸洗手 洗身上都行 我刚拿来的时候 觉得我是不是应该用来洗手 发现超级滋润 我现在用它洗脸了 我真的很喜欢它 有点舍不得用 因为我怕就把这种驴的形状给用没了 但是如果你想找一款非常干净无害 成分很天然的非常滋润 还有些许的美白功效的 这么一款滋润型的这种香皂的话 这个真的很适合你 小孩子孕妇都可以用 我今年最爱的喷雾是 Amour Vixer的这个防后水 因为它里面有 胸压力矿木质 然后护肤的功效非常强 而且这款基本是都市丽人 白领女性 人手一瓶了 我就不用说了 它是在爽肤的 而且它这个喷雾非常好 就是很不感在脸上 它是爽肤的同时又护肤 但是后来我用到这款 Emily的威银喷雾 这个牌子是现在兴起的一个 Clean Beauty 它里面的成分 非常的天然 里面的威银有镇静消炎的功效 所以痘痘肌和易敏感的皮肤 我觉得你一定会想 精华我最喜欢的今年 我没有给大家太讲过 但是精华这个牌子 是我今年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惊喜 这个牌子叫Asutra 它在最美店现在没有卖 但是它是美国的一个 现在美容护肤界很火的牌子 它的主打理念是护肤 并不是说只是让你外表美丽 是整个从你身心健康入手的 这么一种东西 所以它家的一系列产品 都是从女性身心健康的角度出发 然后它家有那种 在身上那种能去疼痛的 然后还有擦在身上的那种 推肥素的那种润肤膏 然后帮助你睡眠的 还有很多泡澡的东西 然后它家的精华也都非常好 它全部都是Clean Beauty 而且价格非常的美丽 一般的这种干净护肤要便宜很多 而且它这两款精华 我跟你说为什么好 因为我最近有一个朋友 他订婚了 他的未婚夫 是新加坡一个很有名的整容医生 而且他的整容最厉害的一点 是抗老整容 就是拉皮亚什么 就是这种anti aging的这种整容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有什么心得啊 他说其实就是防止衰老 要比后来去做整容 来逆缓衰老要容易的多 而且会自然很多 所以对皮肤护肤平时的保养 实在太重要了 我在问他最重要的东西 他说无一滴就是防晒 你到哪里都要操防晒霜 这个是不用说的了 然后第二是一定要用有A唇的东西 它这款精华就是有2.5%的A唇 Retnal这个东西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他也说是Retnal有一部分人是不受用的 就是A唇会让你爆皮啊脸发肿啊会发干 你就用不了 但是大部分人是可以 所以我不想让你们去贸然的买 我自己买2.5%的晚上用我是可以的 我真的有感觉我的皮肤有便细 加快新生代谢除皱 紧肤等等功效 这个是真正你擦在脸上 能够看得出效果的东西 他说一定要坚持用A唇 那些不受用的保温们 我就没有办法了 还有一些人可以拿来之后 程度比较低的先试一试 我这是2.5% 比如你可以买1的来试一试 一个星期擦一次 然后变成两次 然后变隔一天 然后再每天都擦 是逐渐的一个过程 它这款是Plean Beauty里面 什么都没有 就是A唇维生素E 然后还有一点 卤绘胶和 荷荷巴油 特别好吃 我很喜欢 第三个种医生说的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白天的时候 要用VC带VC的东西 我非常喜欢它这款 20%的维生素C精华 这是白天用 因为我觉得它没有给你感觉 一般浓度很大的VC上面的话 你会感觉有点刺痛 这个是完全没有那个感觉的 而且它是专门做个白天可以用的VC 我觉得我用一阵之后有一点美白的效果 它并不是说美白美白让你皮肤变白 它是Brightening让你皮肤变透 就是用暗沉然后变亮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非常的合适 这个不是广告 在我店里你也买不到 但是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个牌子 我曾经跟他们的CEO在网络的那种会议上见过 她是一个日益的美籍女孩子 她非常的厉害 对公司还是大的联盟私投资的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这两款精华我非常喜欢 然后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款年度产品 就是这个贝伊斯的小蓝珠 因为我觉得它是唯一锁水锁的最好的 这么一款胶囊式的精华 它挤开了以后是哑光的 所以你把它铺在脸上的话 能当妆前任务使用 就是你在用完了精华 用完了护肤 用完了爽肤水啊 精华水也好 都用完了之后 你最后擦上它的时候 你感觉它是把那些你的保养的这种精华锁在皮肤里面了 一天都不会觉得脸干 同时它要保持你的脸是哑光的 不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个大油脸 不像那种一般精华起出来是油嘛 擦上之后你会觉得一天脸都油油的 尤其让我中混油皮啊 还有就是天气会越来越热的时候 你会感觉很油 但是这个不是它是哑光的 就是一层薄薄的那种膜好像在你的皮肤上 然后还把外界的这些污染物啊 这些脏东西都隔离在外面 然后同时把你的精华和水分都锁在里面 然后还可以让你皮肤看起来毛皮变小 更光滑上妆的时候更服贴 我真的很喜欢这款小蓝珠 我看了看它在淘宝期间店也是卖的非常的好 这款在餐尾店是有卖的 而且自从上了以后卖的非常的不错 我看所有买过的保护的反馈也都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OK今年我所喜欢的眼霜无疑就是这个 Miriam Cavito的这款冰川鱼紫胶 我这是今年唯一试品的时候就试的时候就试空瓶了的一款产品 但是我试空瓶以后我还没有再拿第二瓶 我觉得我的团队应该再给我寄一个这个 Miriam Cavito的这个眼霜 我对它最大的感受是它很像Lapari的瓶屁 但是它跟Lapari的区别是第一 它比Lapari的价格要低很多 鱼紫酱是护肤圣孔跟我说的 它这个里面的含量也非常的纯粹非常的高 而且它最好的一点就是它滋润而不油 然后吸收的很快 然后它除了有我觉得滋润防肝纹的功效之外 它还有让眼皮的这个Lexity 就是能够让眼皮的这个韧度和厚度有所改善 我自己就感觉我的眼皮的皮肤会越来越薄 因为每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眼部的皮肤都会越来越薄 它有一定的修护眼部皮肤的功效 这个是我自己最大的感受 如果你的经济允许的话 我觉得买一款贵妇室的眼霜 这款真的要比Lapari要值很多 因为那个实在是太贵了 这款还是属于努力大家都买得起的范围之内 而且效果也绝不输给Lapari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 接下来说一下卸妆的东西 这也不用我说了 Farmacy是我运期就一直在用的 它也算不上我年度 因为我喜欢它已经很多年了 我在不是去年 是前年的圣诞礼物大放送 还送了100罐出去给宝文 我只是想把它拎出来再说一次 因为我很久没有用它 这次我用了半瓶了吧 我又拿出来用了 然后发现我怎么忘记用它 真的是太好用了 它是高档的 但是上脸计划 加水之后乳化的特别好 卸妆卸的特别干净 不刺激 没有任何味道 而且是Clean Beauty孕妇 非常推荐的那种 却美店也有在卖 一直都卖的非常的好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也可以看一看 OK我们现在来讲面膜吧 真的我的面膜 我通瓶最多的两个 一个是这已经是第二罐了 在新加坡的空瓶 JVD的玫瑰面膜 然后还有就是我最喜欢的Evidence的这款超级面膜 JVD的玫瑰面膜的优点 是它那个味道非常的 calming 非常镇静 非常舒缓 我非常喜欢这个味道 尤其你在泡澡的时候 擦上你觉得你从这个澡泥出来的时候 获得了一个新的生命 而且它用的时间很短 它一般是两到五分钟就可以 你可以洗下去 能够省你一些时间 你把脸洗下去之后 我会觉得我的脸有一样的程度 然后觉得补水的效果也比较好 什么干吻哪什么的都没有 觉得它还蛮适合年轻的皮肤 最第一我要说 从他们伊利眼上里面 还有微量的酒精 预复是可以用的 但是微量的酒精的话 可能对一些超级敏感皮肤 会有一些刺激 所以大家要好好看 这款也是店里卖的最好的面膜 应该卖了三四千罐了 好评也是如潮 然后Evidence超级面膜 就不用我说了 我觉得这款适合于25岁以上的人是 30岁以上的女生是最最合适的 因为它是属于那种 适合熟龄和轻熟龄的 然后它就是一款 我自己可以用比较神奇 来形容这款面膜 至少对我是这样的 我是没给当皮肤感觉 非常的疲劳泛黄干枯 脸色暗沉的时候 我用它会让我的脸 立刻变光滑变细腻 毛病缩小 然后脸不提亮 就瞬间换肤的感觉 这是我认为唯一款可以做到的 其实法尔曼那款 超级贵的贵妇面膜 那有2000块钱的一小罐的那个 跟它这个效果很像 但是这个的话 会更加舒服一点 因为它在脸上冰冰凉凉了 我觉得它缩毛孔的功效更好 所以可能更适合 不是特别特别干的那种皮肤 法尔曼那款也非常的好 但是我自己还是最喜欢这个 这个是我空瓶了的第二罐 刚刚打开 但是我其中还用光了 这么一个小的 反正是你看我在翠宝的生日 新年的party 比如说我之前在国内 主持重大活动之前 我都会擦上它 因为它是我所有的重刷场合 要精心打扮之前必用的面膜 所以在这里推荐给所有 有清熟灵和熟灵肌肤 然后有很多暗沉啊 粗糙啊疲劳 尤其是这些 肤质感觉的那些宝宝们 你一定会喜欢它 我觉得 这款在店里卖的也是相当的好 这个现在自己的口碑 就已经不用我再形容了 然后最后 其实我还想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Skinneed的一款 它这个温泉矿物泥面膜 我今年用到的 Amara Mixer的面膜 我很喜欢 但是我觉得那个价格不便宜 而且跟这个比起来 我觉得动机的话 可能更喜欢它 这款面膜很有意思的是 你把它涂上之后 它会一点点渗透到你皮肤当工去 你过一会儿 就好像看不到这个泥膜了 你在洗的时候 却又能洗得很干凌 你觉得在洗的时候 同时它能把你毛孔当中的 那些脏东西带走 真的有净化洗肤的功效 而且它控油的功效也非常好 最重要的是 它跟一般的那些泥膜不一样 不但一点都不疼 而且它一点都不干 它就像是写着 它是美国中部的 温泉矿物泥提取的 所以它既能为皮肤注入水分 又能净化毛孔 还又能控油 还能帮助皮肤 achieve这个水油平衡 所以那些痘肌的宝宝 毛孔粗大的宝宝 还有就是混油皮的宝宝 我觉得会非常的适合 在我店里开始卖了以后 我现在觉得好评也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最后我再讲一讲防晒 我说了防晒是抗老的第一要素 我又跟我那个新加坡朋友的 他的整容医生老公聊了聊天 他说没错 连屋里面的这些灯光 其实有老化皮肤的功效 然后你在屋里面不出去 实际上也应该涂防晒 这个是他说的 当然如果你就不愿意涂 或者你不相信也无所谓 我不希望有人来杠我 这个上次我这么说的时候 说皮肤增加负担 那你就不要擦好了 我是选择除了晚上去睡觉 灯都关了之外 我其他的时刻 不管在家出门或者怎么样 我都会擦sps 三十到五十的防晒 然后我今年用到的最喜欢的两款 也是evinance的这个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拿它 当护肤的护肤品来使用 因为你试着脸上 不擦任何东西的时候 也都会相当相当的滋润 它还是三重照应蛋白 全方位防晒 它唯一的优点是价格比较昂贵 所以我给大家再推荐一下 ampler的小白伞 这款已经卖光了好几次了 它真的是我用过最对轻薄的防晒 它的防晒系数和防晒功效 真的一点都不雅于那些比较厚重的 它是spf50也是pa3加号 它可以用轻薄到下人来形容 就是我没有用到过这么好吸收 一点不泛白 迅速渗透到皮肤当中去 然后形成膜保护皮肤的这么一款防晒 它的价格也不是特别的低 但是我真的觉得它是取中 就稍微能买到好一点的防晒 然后最好卖的 它真的是吊打 像什么黯淡晒的一些 简直都不能比 我真的是非常爱这款 在我卖之前 它不是那么有名 现在它已经变成一个网红的防晒了 我店里已经卖空了好几千 现在可能还没有货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但是我自己让团队已经给我寄来 五支在路上 新加坡的阳光还是非常强的 你有的时候觉得外面 即便是在阴天的情况下 你出去都能晒黑 我们全家基本 在这么小轻易的防晒之下 都有变黑 所以我觉得抵抗紫外线 真的是一个终身要做的功课 当然选一款非常好的防晒 来保护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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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